开阔国际商务视野,优化国际商务思维 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务课堂 一个企业的国际市场通常要比其国内市场大得多 出口几乎总是一个企业增加收入和利润的重要途径 有调查表明,许多对于出口持被动态度的企业 他们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不了解国外市场机会在哪里 这些机会究竟有多大,或者因为对机制和过程陌生而对出口望而却步 今天我们着重来谈谈如何提升出口绩效 希望出口的企业必须善于发现国际市场的机会 在面对外国市场的经营中,还要避开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 3M公司是世界著名的产品多元化跨国企业 生产6万多种产品,向全球200多个国家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其海外销售额占全球销售额的比重超过了68% 3M公司出口的成功得益于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出口原则是结足先登,也就是在竞争者之前最先进入市场获取第一进入者优势 第二个出口原则是生产一点点,销售一点点 3M公司总是以较小的规模进入新市场以降低风险 第三个出口原则是雇用当地员工销售产品 除此之外,公司还会为其产品出口 并最终在海外生产制定一个全球战略规划 提升出口业绩有三个主要方向 第一,增进对国外市场机会了解的信息来源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国家都有官方权威的出口信息来源 第二,在出口过程中,对于新手而言 可以借助出口管理公司或出口顾问的帮助 出口管理公司的作用相当于其客户企业的出口营销部或国际业务部 从理论上讲,出口管理公司的优势在于拥有熟练的出口专业人才 出口管理公司通常接受两类委托形式 一是,帮助企业建立出口业务 当业务运转正常时,便完全移交给该公司 独立经营 另一种形式,出口管理公司承担销售公司产品的连带责任 提高出口业绩的第三个重要方面 就是恰当地选择出口战略,降低出口风险 以下一些简单的战略步骤 可以使公司出口成功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一,聘请出口管理公司或出口顾问 二,在出口的初始阶段 先集中于一个市场或少数几个市场 三,以较小的规模尝试着进入新市场 四,保证充分的时间及管理投入来建立出口业务 五,与当地的经销商或消费者建立稳固而持久的关系 六,雇用当地员工以便立足于目标市场 在这里,我们要补充一点 那就是发展跨境电商 我国传统外贸行业面临严峻的发展瓶颈 从出口来看,国内劳动力成本升高 外汇压力加大 导致中国制造的成本红利正在消失 同时,中小企业的低端商品 难以直接面对国外市场 过长的出口链条,造成外贸企业利润被不断贪薄 在这样的背景下 跨境电商成为当前国家互联网PLUS战略中的亮点之一 被认为是传统外贸突破的重要路径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据商务部及其他机构数据显示 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的进出口 在我国外贸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预计到2020年 跨境电商平台交易 占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比重 将达到37.6% 复合年增长率在22%以上 对于传统的中小型贸易企业来说 向跨境电商转型是 互联网PLUS时代 应对商业环境变化的有效路径之一 基于跨境电商平台 出口企业可以更好地分析运营数据 精准地感知国外客户偏好 并及时响应客户需求 从而提升出口绩效 为了更好地了解跨境电商 对于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意义 下面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介绍 记者在第180届广交会采访时 发现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 在进行传统贸易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 跨境电商模式 也享受成本降低 贸易更加便利等诸多利好 跨境电商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通过跟这些平台合作 我们快速地进入到层属市场 去年我们还没有进入 今年进入才短短三个月 就已经到了当地平台前十名 随着网购规模增长 新生代消费者消费全球化 互联网化的习惯也促进了 跨境电商行业的增长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 2016年上半年 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6万亿元 同比增长30% 预计至2020年 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达12万亿元 负荷增长率将到达20.11% 渗透率将达到37.6% 其中跨境B2C占比将达到30.5% 业内人士表示 跨境电商可以降低出口成本 降低外贸门槛 使中销企业直面国际营销渠道 有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促进企业创建自主品牌 摆脱代工和价值链低端的困境 同时使外贸链条更加扁平化 可减少交易成本 解决了企业利润下滑的问题 对海外销售来讲 现在电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美国市场 因为美国市场的电商也发展得很快 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的 电商这一块的销售 应该现在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几 是通过电商卖销售出去的 最后让我们来简短地回顾一下 通过3M公司的成功案例 我们了解到企业可以为提升出口绩效 做很多有智慧的努力 在增加出口信息来源 聘请出口顾问以外 企业还需要系统制定 适合自身特点的出口战略规划 我们特别强调了 互联网Plus背景下 跨境电商战略 对于提升出口绩效的意义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与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